江会长 黄居士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心存吉祥 阿弥陀佛 今天是大年初三 刚刚还听到放鞭炮的声音 炮足一生 除旧碎 代表旧的一年已经过去了 我们迎接来新的一年 大家迎接新的一年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小朋友说准备好了 准备好收红包 我们说除旧换新 这是迎接新的一年的心境 但是除旧也要把 旧的坏习惯要把它去掉 不然在新的一年 我们有可能还是会犯同样的错 所以这个佛 他是大智慧者 他也是一个大教育家 所以他在迎接新的一年 他就带头 带着所有的弟子 带着所有的弟子 经书上是一千二百五十五人 这个是僧团 带着大家反省过去的一年 各位同修 你们有没有反省过去的一年 有啦 很难得 其实人不只要反省过去的一年 人其实还要反省每一天 真指说 无日三省无身 反省 我这一天 为人谋而不忠忽 为人谋就是 我在单位上班 我有没有为我服务的人群尽了力 为这个领导尽忠 在公务员 有没有尽力服务的人民 我没有尽忠职守 这是为人谋 而不忠忽 因为这个忠孝恶制 这个是做人的根本 在节中尽孝 尽力去尽到忠孝了 为之人 这个才谈得上人格 所以佛门有说 这一生 能投胎做人 不是偶然 不是我们要投胎来这个世间 用抽签的 一抽 猴子 就变猴子了 不是这样的 那是我们过去生 所做 感召来的 鱼吃 做出生道 这个人道呢 是有持五戒 才能做人 所以没有守五戒 没有守忠孝 那这一生 会失掉人生 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人生 不只要保持住人格 这一生还能够怎么样 提升到成佛 那这个是真正有志气 假如没有这个志气 那可能没有人生的目标 每天没有目标 时间就会流过去了 东摸摸 西摸摸 时间就磨掉了 浑浑噩噩的 一天过一天 这个对自己生命 就浪费掉了 古人强调 一份时光 一份命光 所以世间有成就 甚至于修行 能够出轮回的人 都非常珍惜时光 那这个人格就是 持五戒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像现在 来堕胎那么多 有的都还未成年 或者是都没有结婚 那这个就变成邪影了 那他下辈子要再当人的 不容易 除非他还知道 要忏悔 业障 所以当人很可贵 但是这个人身失掉 很容易 要得到不容易 说佛有比喻 有一天佛抓了一把土 又放在地上 就问学生 我这个手爪里面的 泥土多 还是大地的泥土多 学生说 那当然是大地的泥土多了 那佛说了 得人参就像爪上的土 撕掉人参 如大地的土 所以人参很难得 那我们珍惜得这个人参 就要不断提升自己的 道德修养 提升自己的灵性 这是唯一真实的东西 其他的都是假的 这个要看得破 那一天 刚好 跟一些同学们讲 人参假如看清楚最后一刻 再来经营人参 感觉不一样 人生最后一刻 大家见过没有 我看大家这个年龄 铁定见过吧 是吧 你亲戚朋友比较长者的 应该有离开的吧 不然你在电视也有看过吧 那个最后一刻都是 一口气没有来 双手双脚一摊 走了 那这个动作告诉我们什么 神不带来 死不带去 所以都是 过眼云烟 都是假的 带不走 那你看清楚以后 就要思考一个问题 什么都带不走 那到底什么带得走 那就是你的灵性的 品德的提升 你提升的越高 你下一辈子去的地方越好 当然最好能够去 极乐世界 就不用再轮回了 可是 要提高容易不容易 这个娑婆界 这个六道轮回 容易进步还是容易退步 大家感受感受 哇 你看现在诱惑的东西多不多 我 这个前上个月 到澳洲 悉尼 遇到一个太太 很困扰 应该是三十多岁 快四十岁吧 她说我先生打电动玩具 都打到半夜两三点 问我怎么办 我说 哎哟 怎么 三十多岁也在打 后来 大年初一 接待 都是三代 都是三代同堂的 还有四代的 带着 甘孙 真孙来了 结果有一个女士 快六十岁了 她说老人也打 是这样吗 哇 你迷上这些东西 这个灵性一定会往下剁了 那些东西对脑子伤害都很大 你看她打打杀杀都放进脑子里面了 人 下一辈子去哪里 是最后一个念头决定的 假如现在 身体都好好的 就喜欢 最喜欢去打电动玩具 你看这个灵终的念头 会往哪里去 所以我们现在修行 为了什么做准备 为了最后一刻 做准备 这个是人生最大的事 其他的跟灵终 最后一念比起来 都不算是了 那我们灵终会要有功夫 那一定是现在就要开始练 大家不要一听灵终 那还早呢 这个问题是 你现在不练了 你年纪大了 你要修行修不起来了 我有见过 学佛很早 可是不是太用功 等到六十多岁了 一念佛就打瞌睡了 这精神提不起来了 其实啊 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缮 都要趁健康年轻的时候 多修行 尤其念佛 万德鸿鸣能灭重罪 会把我们的业障消除掉 这样你以后修行 就不会有障碍 你不好好精进 趁年轻 趁身体好 到时候夜暴现前 你身体做不了主了 比方说 夜障一现前 变成老年痴态症 用功就难了 我母亲认识一个朋友 比她早学佛十多年 童年 这个朋友比她早十多年 你看她的缘挺好的 但是没有很用功 后来年纪大了 真的一念佛 就梦到做工了 后来就慢慢身体不好了 控制不住了 又有老年痴呆了 那就很可惜了 三十多岁就遇到佛法 结果四十多年的时间 荒废掉了 所以修行人 一份时光 一份命光 老和尚说 要分秒必争 有一秒钟 就念一身佛 这样时间就不会浪费掉 而且我们 刚刚讲到修行的人 要常常反省自己 每一年要反省 迎接星的一年 佛带着地址 他首先反省自己 我过去的一年 有没有对不起人 我们佛门 五界第一个是不杀身 主是说不杀身 叫不恼害众生 我们回想一下 过去的一年 有没有人因我们而生烦恼 我看你们都没反应 你们快要到圣人的境界 大家没反应 就是两个情况 一个是快到圣人了 都没有过失了 一种就是 伤了人自己不知道 这个佛 问了自己 有没有对不起人 生口一三叶 在过去 这一年有没有犯过失 佛都这样反省了 那我们佛弟子 更要这样子反省 因为假如我们去年的过失 在哪儿不知道 请问我们今年会不会再犯 你不知道错在哪儿 就没有警觉性 可能还是会继续犯 而且请问大家 会越犯越重 还是越来越轻 对呀 因为那个坏习惯 你不改它 它就越来越严重 就看病一样 你看一般医生 是治身体的病 佛陀是大医王 治什么 治我们心里的病 那心里的习气 不去改 它会越来越深 学如逆水行舟 不静 就会往后退 那真子 它是传孔子的道统 而且 我们也要好好学 孔子的教诲 因为我们 在 这个 中国 它是属于 汉传佛教 大乘佛法 那大乘佛法 要建立在 小乘的基础上 你不能 没有盖一楼 没有盖二楼 直接盖三楼 那这个房子会怎么样 很危险 会晃 所以 佛在 启示戒经 就讲了 佛三千年前 在印度的时候 就讲了 他派了两个大菩萨 往中国 教化 拿两尊大菩萨 这佛经里面有 孔子跟老子 给我们打基础 所以我们要学 汉传的大乘佛法 不能不学 儒家 道家 这个基础 儒家 伦理道德 道家 因果教育 你这个基础没有了 人都做不好 能不能成佛 不容易 人做不好 每天会造业的 那照这个十恶业 果报在哪 在三恶道 所以 这个念佛人是 随缘消旧业 不再造新秧 假如继续生口意 还在造业 你做错的事 这件事结束了 有没有业力 有啊 请问大家 你有没有曾经骗过爸爸妈妈 有哦 你骗完之后 有没有感觉 这个地方 有点不一样 对哦 你看 那句话讲完了 有没有业力 有哦 你会良心不安哦 对啊 所以你会觉得这里不舒服啊 代表 提醒自己啊 不要做违背良心的事情 所以 这个是 做完 你善做完了 一定有善业的力量 你恶做完 一定有恶的业力 这个力量 你已经做下去了 就像种子种了 不是不报 时辰未到 到时候 慈基到的时候 你一定 要受报了 好 那真子 他传孔子之道 他本身 是比较 弩顿的 可是他居然能学得这么好 所以要研究 真子怎么修道的 其中这一句就很重要 他每天反省 所以我们从 迎接新的一年 反省旧的一年 还要养成什么习惯 每天反省 这样我们 警觉性就高 同样的错 不要再犯了 好 那当然 你不犯那个错 你还要知道过 你不知道 你很可能就 改不了 那真子这个 首先是 要尽忠 为人魔 而不忠乎 第二是 与朋友交 而不信乎 跟朋友交往 要所信用 我们过去一年 有没有 答应人家 后来忘记了 哎呀 真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有没有 有 安能不能继续 不好意思下去 不能 那怎么办 那养成好习惯了 凡出言 性为先 答应了 马上要什么 记在手机上 记在本事上 我们要对自己严格一点 不能太容易就 给自己放水 听到 不好意思 这不是修行人的态度 修行人要 言以律 挤 宽以待 人 这个 第三是 传不惜乎 就是 老师传给我的学问 我有没有好好 温习 我有没有好好 这个习呢 还有 实习 就是去落实 大家看这个习字怎么写 大家要用正体字 不要用简体字 就不容易看出来 我记得 很多年前 很有幸 拜访我们 沈穆宇老先生 我们坐在桌上 谈话的时候 有一个人说 这个繁体字 这个 神老一听到 眼睛瞪得很大 跟对方说 是正体字 他一点都不繁 大家感觉到 一个字会不会影响人 繁体字 繁体字 会怎么样 你看神老有智慧 一个字 给人的感受不一样 所以讲话要不要学习 假如说 正体字 我要学 一定要学正统的 你说正体字 要学正统的 就跟 对方提醒了 是正体字 不是繁体字 那这个 神老是 当时候已经九十多岁了 还亲自 谈风情 带我们唱 抗日爱国歌曲 你看 这些老一辈的人 都是 时时心里 都是忠孝 难怪他的父亲 给他老人家 取名字 叫 慕语 仰慕关语 关语是 忠义的代表 那 这个 真子说 传不习乎 老师教的 有没有 温习 有没有落实 那这个 要问自己 这个诸位 这几年 过年 已经出山了 从除夕到现在 你有没有 在跟亲戚朋友 交流的时候 想到老和尚 教着教诲 有没有 还是 都吃吃喝喝 都忘记了 亲人聚会 难不难得 对呀 你一年 这个春节 才聚一次 这么难得的缘 就吃吃喝喝 就吃掉了 可不可惜 好不容易聚在一起 应该要落实 无量寿经 为众开法杖 广师功德宝 我看你们 好像没有开法会 看你们眼睛 都没有反应 无有一法 不是佛法 你聚在一起 谈话 没有谈佛法 会谈什么 谈世间 轮回心 照轮回业 我讲的闽南话 不是很标准吗 标准 大家要知道 李秉兰老师说 以前他们办大专营 七天的课 两三个礼拜的课 看一场电影 就还回去了 大家一看 我们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结果过年 happy好几天 现在到哪里去了 功夫 能不能提升 关键在哪 不能间断 你心中要有佛法 哪怕一起吃年夜饭 心中要有佛法 要去关心每一个家人 现在这个时代 活着容易不容易 人假如没有遇到佛法 他每天遇到那么多人跟事 他又想不明白 会不会放在心上 一天就可以放不少事 在心上 是吧 那假如一年 都没有处理 会怎么样 会得忧郁症 现在忧郁症的比例 已经很高了 所以那么难得聚会的时候 要关心彼此 现在的人不闻法 心有千千节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诸位忍者 你们家里的经念得怎么样 很难念 很难念 要有信心 有佛法就有办法 对啊 佛法是觉悟之法 好 我给大家做个比喻 大家要有信心 没有任何问题 解决不了 你们相信吗 真的假的 你们是现在在我面前 有信心 真的遇到问题了 那个逃避的习惯 又出现了 强者先迁 有一个同修 他说我这样念佛 好像不能专心 我可不可以念佛的时候 想着这个佛号 从我的心脏出来 他这么问我 我说我好像没有从经上 跟祖师教会里面 听说念佛要从心脏出来 我们修行 要比较老实 不要太胖 老实一点 不要自己创很多东西 拜托一下 佛经里面说 直尺名号 射耳地听 耳朵听得清楚 念佛念得清楚 不要还要加一个 从心脏出来 结果另外一个同修说 我有一个朋友说 他要从鼻子 他观想 从鼻子 后来他鼻子就不通了 我们 这个修行的过程 我们说从根本修 从起心动念处修 所以这个李秉兰老师说 修行就是改心 你要能在境界当中 看到自己心是什么状态 这样才能有自知真明 现在念佛 念得不得力的 要把不得力的原因找出来 而不是又自己去想一个 想一套出来 我们面对事 我们面对事也有习惯 你的习惯是迎难而上 还是习惯往后推 请问这个 遇到事情会往后退 在修行上会不会出现这样的心态 会有 我的心在哪里 心在遇到源 就会起作用 一个退缩的人 你面对孩子教育 你会往后退 你面对工作挑战 你会往后退 你连修行也会往后退 所以修行是改心 是改性格 你要面对的是 我念的时候为什么念不住 我要把原因找出来 念的时候为什么念不住 忘念很多 什么忘念 担心未来 那这个你要放得下 所以听经读经很重要 听经明理 我们可以用佛法 彻法原底的这些教理 来调伏自己的心念 深信因果了 会不会担心未来 慢慢不担心了 因为未来怎么样 是我现在决定的 预知将来结果 只问现在功夫 为什么常常想过去的事 这在念佛的时候 都会冒出来 你怎么让它减少 用佛法的真理 调伏我们的这些妄念 过去的事一直在心里面 就是还放不下 还有不甘心 还有懊悔 不能不甘心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则 所以身性因果重不重要 你真的一直熏悔 你身性因果了 过去现在未来烦恼 你慢慢就放得下 要多听经 用经教调伏自己的妄想 而不是不去突破它 又想另外想一个 从心脏练出来 好 所以 人要在你面对境界的时候 认识自己 修行人 要当个明白人 不能稀里糊涂的 我们有一个同修 他说我反省过去 我很容易 对孩子发脾气 对外人反而我不会发脾气 大家想一想 我们比较容易对外人发脾气 还是对自己人发脾气 怎么会这样 自己人 常常照顾我们 爱护我们 这样我们有没有 有一点颠倒 是吧 爱护我们的人 我们常常给他们发脾气 反而外人 我们不容易发脾气 那这个原因 要不要找出来 原因没有找出来 我怎么又来了 修行不能出心大意 观照自己的心念 要越来越敏锐 在哪里观呢 在境界当中 比方说你对孩子 快要忍不住了 你要观照自己 当下那一念是什么状态 从心缘引微处 就观照 看自己要看得深 不能看得很表浅 他说我 劝孩子一次 劝孩子两次 第三次 我可能就忍不住要发脾气 那代表什么 这个心有 我劝你一次了 我劝你两次了 有没有找到原因了 我们劝完 留在哪里 留在心里 一次两次三次你留着了 突然 因为你留在心上了 你就会有一种要求 我已经劝你好几次了 你再这样我 我受不了了 我的忍耐是有底线的 大家注意听这句话 我的忍耐是有底线的 重点在哪 我 假如没有我了 那不就没有底线了吗 是吧 对呀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我只是烦恼的根源 所以我们 看自己内心看得越深了 烦恼 不甘别人的事情 不甘境界的事情 是我们自己 内心里面 有这个执着 外面只是一个圆 真正的因不在外面 举一个例子 新加坡 新加坡 有一对夫妻 感情不错 这个先生 很佩服太太 所以我 这一生最幸运的 就是娶到这个太太 我的母亲 错怪她了 她还跪下来 道歉 我当时 当时是听他们现场讲的 我就问这个 在场的女同胞 我说你的婆婆 错怪你了 然后你还 跪下来道歉 做不做得到 她说错怪我 我不生气 已经很好了 还跪下来 我们从这个向上看 很难 但是这个女是说 不会 一点都不难 因为婆婆 帮我照顾这个家庭 还带小孩 家有一老 卢有一宝 我看老人家生气了 怕他伤了身 我赶紧跪下来 他气就下来了 念头在哪 在婆婆 不在自己 所以我们会生气 是因为我们念头在哪 在我 这个才能把脾气 从根上把它去除掉 而且我们越勋经教 我们清楚 轮回就是这个 我造成的 要不要去掉它 要不要把它放弹 你心心念念就想到 我不能搞轮回了 就是这个 我直爱的了 你一关照到了 你就愿意放下它了 怕的是关照不到 没有修行人 想跟自己的道业过不去的 好不容易遇到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此身不将 今生度 更待何时 度此身 好 所以 我们心上 常常 不要放 我一次了 我劝你两次了 要不要放这个 不要了 放什么 放 喇摩阿弥陀佛 我对你很好 我付出好多次 要不要放这个 很多人 后来闹翻了 就是这样 我对你那么好 你怎么这样 以前的事情 你不处理好 会影响你的心 大家有没有观察到 你有时候偶尔想起 前几年的事 这个心还会有点 闷闷的 会不会 那代表你过去的事 没有整理好 你还没有 把它转成菩提 它还是烦恼 它还留在心中 所以我们迎接龙脸 龙脸是 要飞上天去了 不要心事一大堆 要往上提升 你心事一大堆 都把你往下拽 真理真理好 不只是过去一年 人生走过了几十年 好好总结总结 清庄上阵 我遇到一个同修 我看他的脸 就觉得 他不是很放得开 我有一天就跟他说了 这个你好像跟人家交朋友 不容易深交 他一开始还说 会吗 我跟谁谁谁都不错啊 我说但还没有到交心 他听我这么一说 要交心 他就讲了一件往事 他已经二十多岁了 他说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用现在的话叫闺蜜 佛法要现代化 对啊 你要讲现代化 还要本土化 本土化呢 你在马六甲讲 常常就要提榴莲 这个叫本土化 你假如谈到水果 你不讲榴莲 人家会不高兴的 这个要横顺众生 我讲过一个故事给你们听 一个人很喜欢吃水果 喜欢到没吃 没有吃 睡不着觉 还要去把人家 这个水果店老板挖起来 才行 结果后来他学佛很精进 念佛 很用功 念到虚空都是阿弥陀佛 这个时候突然眼前一盘水果出现了 你看有境界 他一看到水果 想都没想 手就要去拿 马上阿弥陀佛都不见了 他说 娑婆有一爱之不亲 临终被此爱所牵 我有遇过那个 一看到榴莲 眼睛放光 然后饭都不吃了 只吃榴莲 所以 这位同修 你们要练一个功夫 叫吃而无吃 无吃而吃 你吃的时候 贪恋一直增长 那麻烦了 所以请问 吃东西是不是修行 吃东西是不是倒茶 是啊 你会吃的话 你的感恩心 你的感恩心 道心就在吃东西的时候提升了 你看吃的榴莲 哎呀 马来西亚这个榴莲 真不容易啊 你看种那么久才有得吃 好 我吃了 跟这个地方有缘 等下来多讲几堂课 是吧 那你这个吃榴莲 在增长感恩心 在跟大众结法缘 你假如吃了 哎呦 怎么这么好吃 哎呦 怎么才带这么少来 完蛋了 不进则退啊 什么时候 会有进退 道心会有进退 你在每个境界 你没有提起正念 没有提起感恩心 就往后退了 所以请问大家 顺境好修 还是逆境好修 逆境好修 为什么 考试来了 你警觉性高 顺境呢 享福报 温水煮青蛙 慢慢你就 就享福报去了 道心 警觉性不足了 好 那这个 这个同修啊 他就提到了 小学六年级 所以 我为什么可以判断 他 不能跟人家伸交 因为他的脸上 还是有忧郁 其实啊 每一个人 脸上 有没有留下 岁月的痕迹 有哦 你看这个人 笑眉眉 他就是心上 没有放什么 不高兴的事 甚至于他心上 都放好事情 我在英国的时候 曾经遇到一个 重有机的 德国人 哦 不是 英国人 他交了一个 德国的女朋友 七十岁了 结果我跟他聊天 我一看 年纪大了 年纪大了 什么时候走 不一定了 所以既然跟他 有机会聊了 我就跟他聊 人有 过去生 那人有过去生 代表就有什么 未来世了 我希望他能 思考这个问题 我使出浑身解数 讲了好几个故事 就是既得前世的 故事 这个都科学家研究的 哇 这个老先生很有意思 我每讲完一个故事 他就说 嗯 可能是巧合 我一看 连续讲了两三个 他还是嗯 可能是巧合 这个时候不能攀缘 先停下来 人家还不算是 很愿意接受 你讲越多 到时候反效果 不能好讲 等我停下来 换他说话 他说人很奇怪 我活到七十岁了 怎么我一想过去的事 都是不好的事 明明我以前也有很多 开心的事 怎么我一想 就是不高兴的事 所以老和尚有劝我们 不要把垃圾 放在自己 纯净 纯善的心中 心中要放好事 要放佛号 不要放不愉快的 心的一年来了 不能只有 这个窗户要插 地上要插 哪里还要插 这个心要插一插了 过去的垃圾 又把他丢掉了 那 这个 他小学 六年级的时候 这个朋友交情很好 后来因为发生一件事 两个人就不再交往了 然后他说 他觉得他受伤了 一个人觉得受伤的时候 他的心有没有恢复到正常状况 那请问这个伤 假如没有去治疗会怎么样 会不会还在滴血 大家不要觉得事情过了 就过了 不一定 他有可能还一直在影响你的心情 影响他这十几年的人际关系 所以这个 人要经一世 长一智 不能经一世 反而 长了一个怕 怕交朋友 怕跟人家深交 那这个就是经历世之后 没有增长智慧 没有增长见识 增长的什么 烦恼 所以 修行人 要在境界当中 增长自己的智慧 阅历 比方说 你交朋友出现这个情况 要总结 问题出在哪 哪怕自己有错了 下一次不要再犯 你也增长经验了 而且有时候 难在哪 不觉得自己有错 两方都不觉得有错 就不去道歉 可能两方都觉得受伤 那其实彼此都障碍 对对方的人生 都有可能 而且人与人相处 一个巴掌 拍不下 所以往往我们那个心结 是不是可以首先反思一下 我有没有错 有可能你这么一想 对对方的情绪就会往下降 人就是一直觉得都是对方错 你那个情绪脾气才下不来 所以反省重不重要 很重要 哪怕说实在 真的都是对方错 这个情况不是太多 一般都是互相都有错 那错多错少 那请问大家 假如对方错八分 你错两分 要怎么办 那你去批评他的八分 他会怎么做 他批评你的两分 那我要反省我的两分 我不甘愿 不甘愿 他错的多 我错的少 人生不要太计较 计较的人 心里常常都是纠结的 那真的是跟自己过不去了 首先不是跟别人过不去了 跟自己过不去了 常会计较就是我们的心量 没有办法怎么样 打开 心量 扩关 量大 福才会大 所以老鼠先提醒我们 吃亏 是福 吃亏就是占便宜 这个是开悟了 看看得破 吃亏就是占便宜 天底下的事 天底下没有吃亏的事 也没有占便宜的事情 这些事想明白了 理得 心安 人欠礼 天会还你的 不要去计较 互相都有错 假如真的出现 完全是对方错 你都没有错 但是你这个心上的石头 总要放下来吧 因果这一法很好用 因为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则事 刚好前世 对不起他 他来讨这个债 你明白这个真相 你就宽心了 好 所以修行人 最终要修心地清净 把心要整理得 干干净净了 不要放这些东西 那刚刚跟大家说 任何问题都能解决 大家有没有信心 大家声音很大 我们做一个比喻 你生病了 你遇到一个高明的医生 把病因找到了 对症下药 你的身体 肯定慢慢怎么样 变好了 只要找对原因了 病就会慢慢好 这是身体 心理呢 一样 所以没有不能解决的心理问题 也没有不能解决的人事问题 只要我们找到问题住在哪 你能从因上去改善 事情不会恶化 会慢慢变好 所以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 问题是 这个不好的因 我们不知道 还一直在照那个不好的因 那当然问题就不能改善 好 所以万法因缘所生 会有这个结果 一定有它的因根缘 我们要懂得观察事情 因出在哪 缘出在哪 把因缘改善 事情都能变好 不是很复杂 好 那刚刚 也跟大家有提到 这个 我们这几天 这个道心 有没有退转 你心中要有佛法 不会退转 你看我们过年 建造人都是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你看老婆上连这个都教我 这个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是祝福 是吧 祝福 这是一种善念 但是呢 你人世间离不开两个字 叫因果 请问要怎么发财 财不失得财富 你要懂得不失 要快乐 新年快乐 你在念新年快乐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极乐世界 不要忘了 无有众苦 但受诸乐 故名极乐 你看我们古人说 和平 安乐 你的心不安 怎么快乐 可是呢 你要先和 要跟人家和 家和万事兴 你要懂得去爱人 尊重人 中这个因 就得 人爱人静的果 所以人生的快乐 也是修因的果 爱人者 人恨爱之 静人者 人恨静之 师父过年都在 用佛法供养我们 诸恶莫作 睡睡平安 你要诸恶莫作 就能睡睡平安 众善奉行 年年如意 所以我们过年都送橘子 这是吉祥 我们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就会很吉祥 所以你送橘子的时候 顺便送几句法语 好不好 对呀 用法 诸供养中 法供养为罪 你这个因果的观念 假如一个人不懂 他就一直在那里 患得患失 他就一直想求 哎呀我很想求有钱 他又不知道修因 他就会很痛苦 你明白 你就会如理如法去求 好 那我们上一次进入 因为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 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 我们前面谈的是心的根本 五心 菩提心 是根本 真诚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你有菩提心 你有真心 会落实在实际的言行里面 心 行 一如 你说我这个人很慈悲 结果人家该帮忙的时候 你都没去帮忙 这个慈悲是真的还假的 那是自我感觉良好 你真的有慈悲会体现出来了 所以体现出来呢 老婆上提了五个行门 三福 六合 三学 六度 普贤 十愿 好 大家这几天过年 这个普贤实愿有没有自然提起来 看到亲戚朋友有没有 礼敬诸佛 还是看到某一个人 我最不想看到他 那就没有礼敬诸佛 那还要整理整理心里面的状况 我遇到一个同修 每一次过年我就开始紧张 为什么呢 又要见我婆婆了 那他不是经一世长一怕了吗 这个时候就要关照自己的心了 我为什么会怕 因为我心里面落了很多印象 落了不好的印象 哎呀 婆婆那一次讲话 这个让我很难受 这些都要清掉 要放好的 念恩 要念恩 忘愿 把愿要放掉 所以人要先学自爱 要爱 要爱自己 心里面常常藏这些负能量的东西 是不是自爱 不是啦 自爱才能爱人 礼敬诸佛 那礼敬诸佛 称赞如来 亲戚朋友 相见的时候 要多称赞人家的优点 付出 这几天 这几天 这几天练得怎么样 我这个人嘴巴就是不甜 修行人啊 修行人不能常常给自己台阶下 要鞭策自己 依俏奉行 广修供养 我见到亲戚朋友 有没有这种 想利益他的心 帮助他的心 佛法就是生活 普行行就是生活了 好 那这五个行门呢 我们上一次已经 进入这个 六度 菩萨六度万恨 第一条 布施 布施呢 你看佛法都是对质 对质吸气 这个对质的功夫啊 要自己下 佛菩萨帮不上我们 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是放下 千贪 慈戒 是放下恶业 放下恶业 是慈戒 这个心里头啊 没有贪心 对于四出四间法 没有贪心 没有签令心 所以 连佛法都不能贪 贪 贪多 嚼不烂 你吸收不了 今天 东听听 西听听 都入不了心 以我们现在的根性 老和尚的 一个小时的 开示 请问大家 一个小时里面 有几个重点 不少吧 大家可以回去做一个实验 比方说你听 老和尚 一片光碟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你听第一遍 你问自己 我记得哪些重点 你再听第二遍 你会觉得 我刚刚怎么忽略了这些地方 你再听第三遍 你会觉得 越理解 越深入 看到的重点 越多 所以你听一次 能吸收 百分之二三十 不错 所以不能只有一次 一次很可能 就是走马看花 好 所以不能贪多 要重复听 深入 甚至要把它听透 道理听透了 进一步解形相应 你听透了 只是解 进一步要去落实它 去行 解形相应 我们的境界就往上提升了 所以这个 我们一定要 这个记住 学佛的功夫是放下 不是换对象 比方说我们贪世间的东西 结果换佛法 也贪世间 有没有可能 人世间情子很重 学了佛法 也用情子在对佛法 会有 有一个同修问我 这个 我以前都是 读地藏经 读了好一段时间 可是我现在 听老和尚的讲经 就觉得 应该把它换成 无量寿经 可是我放不下 我说你是不是会觉得 对不起地藏菩萨 他说对啊 你看 这是不是他感情在起作用 对啊 人的情子会换对象 你看 你看对地藏王菩萨 也用感情在对待 你换无量寿经 地藏菩萨给你 比这一支 赞 当然 你要继续 深入地藏经 是可以的 地藏经是什么 大臣经 你好好落实地藏经 以 修持的功德 回向极乐世界 还是可以往生的 大臣佛法 那个 阿弥陀佛 在 这个地 无量寿经 第二十四品 就有提到了 阿弥陀佛心量很大的 若有众生 助大臣者 就是 修大臣佛法 以 清净心 向无量寿 就是他把修学功德都求生 回向极乐世界 都能往生的 但是你不要是 感情在起作用 你很明白 我要修 这一部地藏经 要深入 去落实 是可以的 而且你 把孝清尊师 表出来了 你功德无量 那当然 平常也都是 以念佛为阵型 这个地藏经 帮助我们 积功雷德 这是助行 正助双修 贪心不能换对象 情子也不能换对象 心里头 没有贪心 而且 自己有的 肯帮助别人 毫无保留 帮助别人 我有财务 用财务帮助别人 我有能力 用能力帮助别人 我有智慧 用智慧帮助别人 请问大家 这几天 有没有用智慧帮助别人 我们随着这个 老儿上的开示 要随文路 观 而且这里是 毫无保留 帮助别人 请问老儿上 为什么要说 毫无保留 因为你有保留 就有什么 我 我要胜一点 那个我还在 修行要彻底放下 就要练了 当然一开始 也不一定能 马上全部放下 慢慢放 一开始 自己用不上的东西 送给别人 再来 慢慢练 自己喜欢的 也可以送给别人 再练 自己只有这样 别人需要 给他 慢慢就练成了 有一个过程 但是你也不能是激动 毫无保留 我的存款全部拿出去 结果你太太尖叫 搞得你们家不合 这个都变成激动了 要能观照到 因为我们有本分 不能一激动了 自己本分忘了 你还有照顾老人 照顾小孩的责任 照顾家庭 这个是我们的道义 我觉得很多修行的人 都用激动在修行 不是用愿力在修行 不是用道义在修行 无情不能修道 这就是情意 有情意 能修道 所以激动也不能换对象 还没学佛以前 就很容易激动 学了佛了 还是这么激动 有一个同学问我 我学了之后 我很拼 积极 听经念佛 可是后来 退了 好像我就 提不起那个劲了 我说因为你那个是激动 你不是真的把菩提心发出来了 所以不能用激动修行 要发菩提心 菩提心是我们的真心 能够念本师恩 念父母恩 念师长恩 这个菩提心慢慢就出来了 好 所以这个不能换对象 老阿姨这段话很重要 大家要多去体会 所以儒家强调 修身 齐家 治国 这个次第很重要 你家里没照顾好 然后去做慈善工作 人家世间人看了会起反感 你家里都不照顾 还说出去做好事 这流弊就出来了 那有人说了 那我照顾家 是不是私心呢 道义的心 不是私心 而且 你把家经营好 跟弘法立身 是两件事吗 怎么会是两件事 你把家照顾好了 你把孩子培养好了 他以后出来 能利益多少人 敦伦敬奋跟利益众生 是相容的 没有冲突的 所以印光祖师有讲 成家的人 最大的功德 就是把你的小孩教好 最大的过失是什么 没把孩子教好 他出去造的业 沿楼网那边还寄我们一笔 这是谁家的孩子 这个都有因果的 包含你推荐一个人 做干部 有没有因果 有啊 你推荐对了 他做出贡献 你有功德 你推荐错了 那你要负因果责任 所以这个 我们 是用理智 来弘法立身 这个赤地不能乱 要表好法 你才有本权 给人家说法 你孩子教不好了 你一谈家庭教育 人家就反感了 你自己都教不好 还给我们讲 所以我们敏兰话说 爱有本质 你要劝别人 要有劝别人的本钱 请问大家 劝别人 要有什么本钱 你要做得比他好 你才能劝他 你做得比 没比他好 你一劝他 他就反感了 他心里会想 你五十步 还笑我百步 对啊 纵使我们做得不错 你劝人还要 心平气和 你言语利己 又言语利人 有没有效果 也起不了效果 好 所以你真正要 利益一个人 你是用真心 要利益人 你首先会重视 提升自己 我不提升自己 我帮不了人 人家也信任不了我 所以发了愿之后 你看 众生无边试验度 发完 接下来呢 烦恼无尽 是愿断 我自己脾气还很大 你怎么去利益人 要 拿自己开刀了 要改自己的习气了 正己才能化人 好 那讲到布施 老和尚这里说了 今天讲的是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服务 为一切众生服务 这个叫布施 好 这个夏连居老居士说 以慈悲欢喜为布施 我们时时都替人家想 慈悲心 这个就是布施了 所在之处 让人生欢喜心 老和尚常说的 菩萨所在之处 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 所以要敏锐 不要防止众生起心动念 不要让人家生烦恼 出言要顺人心 不要 我这个人是有话直说的 有话直说代表没有别人 所以老祖双说 讲话 要 含蓄 记太近 话不要讲近了 留一点余地 我以前 记得以前 还没学以前 要抓住机会 我今天非讲个 我个痛快不可 这个就是 在自己的角度 讲的过程 还要看对方的表情 接受度 对方不是很接受 就别讲太多了 适可而止了 要委婉 要含蓄 记太近 要委婉 委屈 婉转 记太直 那个话不能太冲 有话直说就是太冲 要能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别人的接受度 要仪式 记太真 仪式就是 你这样 可能会有状况 这叫仪式 这叫仪式 我跟你讲 你这样铁定完蛋 这个就是太 太真了 大家感受感受 同样在提醒对方 这两段话听起来一不一样 这就是人心的感受 不能不考虑 有时候我们看着祖先留下来这些格言 很感动 我们从这些格言 感觉不感觉得到 我们的古人 怎么跟人相处 他的心很柔软 他才能体会到这些道理 所以圣贤书要常常打开来看 他们都很慈悲 我们一看他的教委了 他就超越时空来加持我们 所以我们现在学老儿上的法身设立 他老人家也在加持我们 这是讲布施 那断绝一切恶业 这个持戒就圆满了 严静三叶为持戒 严是严格的严 严就是很慎重 很警觉 静是清静 严静三叶 让身口意越来越清静 不要再染污了 要守好自己的身口意 这个是持戒了 今天假如我们心里面放着佛号 就不容易起身口意三叶了 我们假如平常都是胡思乱想 佛号提不起来 你遇到境界的时候 你遇到境界的时候 身口意三叶容不容易起来 平常胡思乱想里面就有身口意的叶在其中 你越熏它 它就越厉害 所以平常不要胡思乱想 甚至于接触的东西 都要是好的 梦母三叶 你要熏好的 清静的 不要熏染污的 大家梦母三叶的故事都听过 修行人 听任何一个故事跟道理 一定要做一个动作 哪一个动作呢 拉回来自身 不然这个故事就白听了 这个道理就白听了 这个一拉回来 梦母在保护她的孩子 那我要不要先保护我自己 德尊普贤第二品里面讲的 贤护等十六正式 那贤护首先护谁 我自己都护不好 我怎么护别人 那我不是干的是 尼菩萨过疆 自身难保的事吗 你不能听着故事 哦 梦母 你没有拉回来 要护自己 再来呢 护好自己的亲人 那我们反省反省 最近护自己 护得怎么样 心有没有越来越清静 我们就不说别的 手机有没有扫滑一点 是吧 你去试试看 你今天手机滑得越多 心越烦 有没有哪一个人 滑手区越滑越清静了 哇 那这个功夫太厉害了 这个就做到老儿上说的 看电视就是修行 会看得开悟了 但是这不是平常人的功夫 老儿上说怎么看电视的 看 那个镜头一直变一直变 但是他都看到那个不变的荧幕 我们看着看着就随着 那些情景就被拉走了 所以你要看 要看到那个不变的 看一个人 你不要看他的习气 他习气每天千变乱化 看到他的佛性 看那个不变的 他任何调皮捣蛋 你都 那假的 不去影响 他有佛性 你假如有这个功夫 你的学生 你的孩子会被你感动 为什么 他做错事 你都不跟他对立 闹脾气 你还一直看他的好 他就说老师 这么欣赏我 我不能对不起他的欣赏 能做到这样 就能把人的善根调动起来 这个是李敬诸佛的功夫 好 那这个慈戒 要做得好 还是要老实念佛 平常佛号在心中 这个身口意比较守得住 包含做事的时候 也要有一种警觉性 我要依照 食善业道 去做事情 我在想事了 不能贪 吃 我谈话了 不能忘于两舌 其余恶口 这个会养成习惯 你不断提醒自己 慢慢就熟悉了 我们没有这个警觉性 一去做事就 被自己本来的习惯拉走了 都要有一点勉强 时而勉强 慢慢熟了 忠则太然 你就会做得越来越自然 接下来 忍辱 第三条 忍辱是对 对志 称恨嫉妒 于事出世间 一切法中 决定没有称惠 决定没有嫉妒 这个叫忍辱 波罗蜜 这个称恨 比较细微的时候 因为我们今天 比方说你要治一个病 你一定是在他稍微 有一点症状的时候就治 你总不能他很严重的才治 病入高荒的才治 不可能 那这个诚惠 你不能是 他发作得很厉害的 你才要去调他 就不好调了 我们稍微心里 有一点不舒服了 有一点情绪波动了 这个都是称惠了 你感觉到他有点波动了 要怎么样 赶快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哎呦 要下去了 不能让他上来了 你的自我感受 一起来了 就要警觉到了 人一自我感受了 这个情绪就跟着起伏 不怕念起 只怕绝持 那这个忍路 我们前面应该跟大家 都有提过 我们复习一下 黄念老用六忍 第一个叫利忍 把脾气压下去 但是呢 这个不究竟 因为你压久了 会怎么样 爆发 要把情绪能化解掉 不能硬压 但是一时间 快控制不住了 压一下是对的 再来说 忘忍 不放在心上 宰相肚里 人称转 第三是凡人 我们刚刚也有讲到 反省自己 第四是观忍 什么都是假的 别当真 你就不会起情绪了 我请教大家 您这几天 有没有因为上个礼拜 看的电视剧 然后心情一直受影响 有没有 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那是电视剧 怎么还有音乐配合 这个都看一看 过去就过去了 不要放在心上 你知道它是戏 你知道它是假的 你没有放在心上 说实在的 现在也是戏 现在也是梦 你有没有做了一个梦之后 痛苦三个月的 因为你知道它是假的 现在也是 我们做梦叫梦中梦 现在梦中梦醒了 现在还在梦中 那你真的 了解到金刚经说的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很短暂的 阴作如是观 这就是观忍 再来是习忍 你本来要生气了 突然想 哎呀 他提醒我 我还有这个小脾气 他提醒了我 他是来成就我的 你就不会生人家的气了 你会欢喜 看一切人都是菩萨 都是来提醒我的问题的 这是习忍 最后那个是慈忍 我刚刚跟大家举的那个例子 你看那个媳妇都是想着 婆婆 她慈悲 想着婆婆 那我们刚刚说的 吃亏 是福啊 他被人家 这个臭怪了 你能包容下来 那这个婆婆 臭怪你了 比方说 你把我那个衣服拿去哪里了 可是过两三天以后 他自己找到了 然后他一想 我臭怪这个媳妇 她还给我下跪道歉 这样的媳妇去哪里找 那媳妇就变女儿了 婆婆就变妈妈了 这叫转境界 学佛要会转 从自己的心上转 这个是忍辱 第四 精进度懈怠 我们对人 对事 对物 自己修学 就是自己过日子 服务大众 帮助别人 其实就是自利利他 决定不懈怠 决定不懒散 这就是精进的意思 我们听了老婆上这一段话了 我们首先 自己修学 有没有懈怠 请问大家 现在我们一天 念多少句佛号 大家手上有没有 佛珠 念佛气 真对不起 我今天应该要带 念佛气来 跟大家结缘 你说不用了 我家好几台了 你们家好几台了 你还不拿 代表你很有福报 人缘不错 人家送你那么多了 你要珍惜福报 告诉大家 你假如佛念的不多 代表你妄念太多 请问一个人妄念太多的时候 他能把家里的事情 处理得很圆满吗 他去做事业的时候 能处理好吗 所以什么最重要 念佛最重要 心最重要 因为是你的心去处理 所有的事 你这个心地功夫不练好 你再努力 最后你都觉得 怎么又搞成这样 你自己也很无奈 所以黄念主老基士 说要把念佛摆 第一 我No.1 大三知识这些法语 很有道理 所以我自己再怎么忙 我不敢不念佛 因为你一不念佛 我须于被念佛之心 刹那及结业之所 我就开始 起妄念 照轮回业 我今年 期许自己要 自知 去习 去掉这些习性 还要有自知之明 我现在自知之明 我不念佛 这大妄想 所以我的佛号 要越念越多 所以夏老说 若要佛不离口 先须 诸不离手 因为你拿着佛诸 他会提醒你念 当然 也要认真念 不要念到最后 一直转 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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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有害 为什么 你念到 都不专心了 口念 弥陀 心散乱 喊破喉咙 也枉然 你不要加入群组 跟人家念佛 在那里拼 一万 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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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没有意思 念佛是为了修心 不是跟人家比多少 不要换对象 那个好生心 我今天没跟你拼过 不行 这不行 所以什么时候 都不能忘了根本 心是根本 这个是 你自己修学 不能懈怠 你自己要 检查自己的状况 自我堪厌 还有 老老上这里说了 服务大众 帮助别人 决定不懈怠 请问我们现在帮助亲朋好友 没有懈怠 你很为他想 他不是很领情 你就心情不好 狗窝 狗窝 狗窑 狗窑屋 狗窑屋 不是好人心 算了 拉倒 你没有精进 你利益众生 很容易就懈怠了 他不能接受 是不是我的方式 我的方式方法可以调整一点 可以更善巧方便 这个都是精进 再来 这个禅定 是对散乱 我们世间人常讲 精神集中 意志集中 这就是禅定的意思 一个人不能专注 要把事处理好 不大可能 所以从小就要让孩子练定力 练专注 为什么读经 那个就是练定 他读经 他不常去打妄想 所以禅定不是叫你 天天面壁打坐 我们面对一切人事物 心有主宰 不会受外面境界动摇 这叫禅定 这个道理 我们要去体会 不要被境界干扰了 佛在经刚经上 告诉我们 不取一向 如如不动 不取一向 是禅 这个念经文 大家听起来 会比较 有没有人一听到文英文 心里就会恐惧的 这个不取一向 就是不要着相 我们脑子里想过去 就是着过去的相 你想未来 就是着未来的相 你看到一个人 你情绪上来 你就是着他的相 这都是着相 你一办事情 你一办事情 整个人就陷到 事里面去了 那也是着相 金刚经上 外不动 外不受干扰 这叫禅定 这个道理 我们懂了 西部希望有定力 怎么练 顺境阿弥陀佛 逆境阿弥陀佛 平等 这样你顺境 不会贪爱 逆境不会 称慧 所以这个佛号 好不好用 好用 你到底明白之后 怎么用功 还是要老实念佛 当然听法也是很重要 你看老儿上告诉我们 处逆境 随恶缘 无称慧 就是你面对逆境恶缘 你不动心 你不生气 业障 尽消 那当然 你能不动气 应该也是 你有念阿弥陀佛 扶住了 不会动气 随顺境 处善缘 无贪吃 顺境善缘 贪念不要起来 亦有一点风吹草动 怎么样 阿弥陀佛 把这个贪念扶下去 其实我们会产生烦恼 都跟贪求有关 诸苦皆从 贪欲 所以大家要关照自己的心念 关照得越来越细 你只要觉得心情有不好 赶快往内观 我一定产生了一个 要求的心 贪求的心 大家可以 关照关照 假如你说 我这个烦恼 跟要求贪求没关系 你一定要来告诉我 因为我就讲错了 哇 那我要堕 五百事也乎生 你们一定要帮助我 刚刚讲了 要尽心尽力 帮助人 大家真的有 关照到 我这个烦恼 跟贪求要求没关的 那假如 所有的烦恼 都跟求有关 哇 从今天开始 你可以过 没烦恼的日子了 有没有道理 你把贪放下了 你把要求放下了 你就没有烦恼了 人生解知足 烦恼一时除 古人这些话 很有味道 好 那请问大家 什么时候是练禅定的时候 什么时候是练 精神集中 意志集中 什么时候练 禅定什么时候练 随时随地 听人家讲话 要不要精神集中 意志集中 那也是对人的尊重 可是我们忽略这些地方 你的定功就练不起来了 常常打断 今天这个人跟我关系好 就专心听 下一个同事起来 跟我关心不怎么好 懒得理他 你功夫就断了 再来 禅定 走路的时候 要不要练禅定 你一着急了 走得很快 你的心就慌了 所以 一举手一斗处 都是练禅定 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 一切严动都要安详 心都是定的 不能慌张 大家有没有遇过 讲话很快的人 请问他的心定不定 他讲得很快 还要补一句 我讲话就是这么坏 我遇到讲话坏的人 我都要先念阿弥陀佛 因为我怕他的快乐 把我都搞得我也很紧张 凡道志 重且书 讲话 要缓和 不要急躁 走路不从容 都是禅定 为什么我们以前的古代 都能教出小大人 他从小能受这些教育 他很稳重 他不服重 十八岁就可以当县长 请问现在十八岁可以当什么 人是教出来的 很重要 首先我们要会教自己 我们会教自己 我们这一生会去做佛 很重要 我们会教别人 我们可以带很多的人一起往生做佛 我看你们的眼神好像不大愿意 我们修念佛法门 首先心同阿弥陀佛 这个很重要 心心相应 这样无量寿经就会入我们的心 我们跟老和尚心心相应 老和尚的法语才怎么样 流入我们的心 假如我们跟老和尚不同心 边听边 那我不可能 那老和尚才做得到 还有的人一听 弘法立身 都是老和尚 跟我没关系 我现在最怕听到一句话 法师 你责任重大 都上个话 大家注意一件事 往生上品中品下品 都有同样八个字 发菩提心一项专念 请问这个同修说 法师你责任重大 我责任重大 我责任重大 自己有没有发菩提心 佛不度无缘之人 这个人跟佛的缘不具足 佛也度不了他 所以诸位同修 你这一生有很多亲戚朋友 等你度 别人不一定度得了他 遇到一个同修跟我说 我们家五口人 谁都不服谁 这一只只败贵 五个人 父母家三个孩子 孩子都大了 谁都不服谁 其实 我要帮他们家 能不能帮 得要其中有一个人配合 才能帮 我就跟这个同修说 你要好好修 你转变了 你家里其他的人 对你刮目相看 你现在不要 拉他们来见我 要他们自己来找我 他说我妈妈 六十多岁了 居然最近去接近一个 陈德法师 变了一个人 你不用拉他来 他自己来找我 所以缘分都是要配合的 甚至有一些就是你的缘 你要去互念 你看陈东老母的故事 大家听过没有 陈东老母是佛陀的邻居 这些学生都说 佛陀啊 你那么慈悲啊 怎么不度度这个邻居啊 佛知道 他跟他缘不具足 可是这个学生 又提出这个疑惑了 那佛也是横顺 佛啊 从这边走来 他头就转那边去了 往西 佛从西边来 他就往东边走了 最后佛没办法了 献神通啊 献在他的四面八方 他蹲下来哭啊 不看啊 缘不具足 后来佛派了 罗吼罗去了 他一看到吼罗 罗吼罗就很高兴 跟他一聊很高兴了 他就正果了 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大家都有责任 多带一些人回极乐世界 不要都是 都是谁 你看这个就是菩提心没有发 你有发菩提心 你就知道很多人 跟你的缘 很深哦 你只要好好修 他们对佛法会有好感 我再举一个现代的例子 香港 河东爵士的夫人 这个 河四里将军的妈妈 他们家全家都是基督教 宗教 自由 结果他母亲一个人念佛 有一天 他跟子孙说了 我们母子一场 亲人一场 我明天要去极乐世界了 虽然我们平常宗教自由 那你们可不可以送送我 这个很合情理 子孙都很欢喜 都来了 围在周围 念了不到十五分钟 一刻钟 自在往生极乐世界 后来他们家全家都改念佛 连记者都来访问 影响不止他们家 影响很多人 这个故事大家听过没有 有 你听完之后 起了什么念头 有没有发一个愿 你没有发愿 这个故事就白听了 是吧 发什么愿 要开个往生大会 大家要不要开往生大会 要不要开 你现在不开 你就是没有发福地心 是吧 你要检查自己的心 自己的状态 那你要发往生 你要开往生大会 我相信你现在不会滑手机了 不然你就落魁了 你开不了往生大会了 所以人要发愿 你就会往那个方向去努力 我们就是 反正少我一个 多我一个 少我一个都没啥关系 我们要配合佛 不是要配合老儿 上度众生 要有责任感 好 今天是个好日 大年初餐 我们发一个愿 这一年 今年要飞龙在天 要提升起来了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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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白就让这一年过去了 然后呢 我们要发一个愿 开往生大会 现在要赶快用功了 人有愿 就跟佛菩萨感应到交 那个加持力马上就来了 感应不失意 好 今天 超过时间太多 跟大家道歉一下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